玩完遊戲又跌完底褲 姚卓飛和潘靜文有幾朋友大家都知道 但閺脈又怎會這麼表面呢 所以今集就污問問題 讓大家了解他們更多 Chantelle初出道有國民初戀之稱 人氣比嚴明希Gigi 但因為升學人氣停滯不淺 反而現在Gigi的人氣爆燈 紅到去內地 有沒有覺得很不值 不會 我不會覺得很不值 很替Gigi開心 對 我很替Gigi開心 是看到她發展得很好 她好像已經成為了一顆巨星 還有一個個體 對 你會替她開心而不會覺得 可能因為我們看著她的成長 在她的旁邊看著 所以特別有這個感覺 所以沒有什麼 很擔心這是什麼 究竟要平反什麼 有網民說你沒有禮貌 不懂得做人 整晚差事做 你怎樣看這件事 其實這件事 我不想說自己沒有做錯 我覺得我應該要顧存一下大局 我表達的方法會否更好 其實是工作人員叫我幫嘉賓讀榴彈 不是我自己搶來讀 所以為何別人覺得是我搶呢 可能是因為我的動作太快了 所以我都要反省一下 是否自己的表達能力 方法是否要大方一點 這樣就不會令別人誤會我 所以這也是我一個很好的一課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應該是平凡的 因為我不知道你知道嗎 其實我那一天在盤賽那一天 被人拉上台那裡拉票 對 我知道 你不知道自己入選了什麼 然後我拉了飛躍 所以那些人是沒有投給我 因為他們找飛躍的時候 找不到我的名字 所以就沒有投給我 但是我不是說如果我拉到的話 我就一定有獎勞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有些影響 這個是其中的影響 但是我也知道公司都很疼我 所以應該都沒關係 還有不會不甘心 就是不會覺得 因為大家都 那他們的內有他們是好的 平翻完又爆完了 現在就要揭曉兩姐妹最感性的一面 如果要出席對方的告別式 不知道他們會有什麼心底話跟閨密說呢 但是其實我也不知道需要跟你說些什麼 因為發生了太多事 哈哈哈哈 去世了太多 不好意思 謝謝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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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比賽名之後 到現在你都非常照顧我 你和我呢 是被我擔心一下 成為一個朋友 我不知道你 我心裡的 我沒有想到 但是 我很感謝你成為了一個 很討厭的一個朋友 跟他有什麼你都會 跟我說 還有有什麼你都會照顧我 是完全不怕我不開心 就是 不介意 我在生命裡 沒有一個其他跟我的朋友 是會 好像你那樣坦白 是為了我好的坦白 還有謝謝你 好像姐姐那樣接我 嗯 我看完之後很開心 真的嗎 是啊 因為我們不會這樣 面對面這樣說 對 我也有點騙 哈哈 如果我這樣跟你說 是啊 但是 哇 你們的遊戲很重 是啊 真的很重 我覺得你要跟林志樂 上來玩多一次 哈哈 我不想對著她 對不起 不要再提她 對 我想跟你說的是 很感恩 在這個 我的飯袋 認識到你 因為 我沒有想過自己這麼大 跟一個這麼小的小妹妹 可以 朋友 我不知道你們離開的原因 是什麼 我現在這個時刻很想 但是如果真的要說的話 是 我很感謝這個比賽 我認識你 可能是 就是 初夏我覺得你是一個很 普通的小女孩 但是不然你是一個很成熟 很乖的女孩 分身中你可能很成熟 雖然可能 要離開 但是 很希望 你都會期待你 是 沒有感動 沒有感動 在你身上發生過的事 擁有過的事 希望 將來我們還是可以 做得好歸密 甚至不是歸密 而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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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覺得你說得很好 真的嗎 我覺得我剛才說了一輪廢話 而且我的眼袋很大 可不可以一噴一噴他才唱 好會珍惜 我想抱一抱 我覺得你陪著我 前途真不安 都敢面對難過難過 一段真誠的友誼 擺在面前 如果倒是要給個限期 Chantelle和Sherman的話 都應該會講一萬年 看完姐妹情深 下一集就看Bloomance 吳家樂和王長兄 說你知道什麼叫做 真正的男人的浪漫